历经了两轮的奋战 日本的自民党总裁石破茂确定221票对160票的相对多数 因过了最大在野党立宪民主党总裁 确定石破茂当选第103任的日本首相 即将要筹组第二次的石破内阁了 所以石破茂当选首相 目前日本股市是小涨 延续了昨天已经小涨的情况 好那人事的部分大家来好奇 明年的1月20号川普即将上任了 目前是不是积极的在安排他的内阁人选呢 川普在这个星期可能会不会先公布 会不会谁担当财政部长几个候选的名单 有可能财政部长是找那种有实务经验的 例如像Hedge Fund避险基金的操盘手 据说像是之前呢 索罗斯的战友有可能会被这个川普重用 担当财政部长 前索罗斯的基金经理人叫做贝森特 有可能担当财政部长 另外一个对冲基金Hedge Fund的经理人 邦尔森 也可能另外就是美国的贸易代表 前任的莱特希泽 有没有可能担当财政部长 所以目前好像叶伦财政部长会被换下来 川普会不会找他认为说信任的 有忠诚度的还有个人的能力都相当的重要 那当然这次大金主马斯克压对保 马斯克有没有可能是担当效率委员会的主席 大家都很好奇 那据说马斯克每天都到川普的海湖山庄 跟他讨论未来内阁的相关布局 特斯拉这一波股价的狂飙 压对保美银证券就分析 有可能川普上任之后 美国会松绑自动驾驶车的相关限制 那特斯拉如果在美国的市占率增加 川普又积极的打中国的电动车 车子卖到美国关税调高 德国的车子卖到美国要调高关税 所以川普要保护自己的品牌车子 保护美国工人的工作机会 那特斯拉是美国的品牌 哇未来会不会获利再度的前进成长 所以特斯拉过去这五天狂飙了40%的股价 台湾的车用股票也有出现正面的联动 例如昨天法人买台湾哪些车用的股票 带动股价上扬的呢 包含像是系统店 还有像茂连 胡连 以胜 华城 连家 光宝科 华福 还有新胜利 有的是车用零件 有的是电池模组的部分 昨天股价都很强 包含像是在昨天AES 像是顺达这些电池模组的公司 股价都有往上来做电高哦 那么川普即将要重涨兵服了 四年前他曾经就是美国总统第45届 现在第47届又是川普了 好 川普上台谁很紧张 我们看这个人连准会主席鲍尔 因为上个星期鲍尔宣布了降息一马 营造资金宽松 可是被记者一直问说 那川普到时候会把你换下来 鲍尔说他绝对不会离开 甚至还传闻 鲍尔不惜打官司 要稳住现在的工作角色 这个我们知道鲍尔 他曾经是律师出身的嘛 后来才担当联准会主席 所以现在未来可能两边大战 一个是总统 一个是专业的联准会主席 大家都蛮好奇的 现在等候12月 因为联准会12月还会开会 明年1月也会开会 会不会再度的降息呢 要看数字 明天美国要公布消费者物价指数 是一个参考的数字 那另外川普即将重掌兵符了 对美国本身就有高额 贸易顺差的亚太国家 现在会不会被川普瞄准 要来调高关税 川普要保护自己的事业体 有可能对台湾韩国甚至越南的东西 卖到美国会都有可能要调高关税 这个大家猜一猜 因为毕竟川普还没有真正的当总统 明年1月20号才上任 大家都只是猜一猜 有没有可能被川普给打到 那因为美国要保护他自己的贸易情况 大家就来做一个猜测 那另外英国的金融时报报导 台湾为了向川普表达 对抗中国的决心 今天报纸的头版哦 有可能会不会考虑直接向美国购买大量的军事武器 包含60架的最先进的引力机的战斗机F35 爱国者飞弹驱逐舰 金额高达了将近5000亿的台币 其实会不会就是间接的台湾已经一直都在付保护费给美国 引发了外界的关注哦 所以军事的预算这个部分还是相当的重要 台湾最近立法院也在审台湾的中央总预算 那现在工商人士到底怎么看待川普强势回归呢 工业总会在工业节的庆祝大会当中 也向外界信心喊话 企业界不没还漏 现在也向政府喊话 工总认为干净低成本的电力 真的是台湾最需要的 所以电的来源很重要 还有大家不用太担心 川普会威胁到台湾 听看看工总高层怎么说呢 我刚才讲的不是场面话 萧吾总统跟美国的关系是绝对过的 我相信川普的当选世界会紧张 台湾我应该 台湾我认为是没有紧张的条件 台湾应该可以很顺利的过关 工总白皮书的建议 经济部都非常的重视 我们都会积极的来协调跟处理 当然在政策的执行上 经济部特别重视与企业之间的互动 经济部长也认为 现在的台湾依旧是具有相当高的竞争力 那么工业总会认为 电价应该不要再做调高的情况了 那另外在年底 到底回答的创办人黄仁勋会不会来到台湾 工业总会正在积极的邀请当中 那这个星期三明天 工总会先拜会总统赖清德提出建议 希望政府能够当产业界重要的考生 那大家都在静候川普1月20号上任之后 到底会不会是大动作 包含调降美国的企业税 让民众跟企业界少缴税能够增加利润 最近预期川普要降税 那么美国股市就涨声响起了 道琼标普跟纳萨克都站在历史新高 还会继续涨吗 听看看华尔街郡商怎么看待 So you're seeing a continuation of this Trump trade The Trump trade is real You're watching gold take a pretty big drop It was down around 11 Bitcoin through the roof up almost 30% So there's some large changes going on If you go back to 1928 and look at all election years 83% of the time markets were up Around 2.5% for the first half Almost 9.5% the second half of the year So it's not a surprise that the market's up It typically happens But these are some pretty big numbers 昨天美国的道琼指数突破4万4千点 标普也升破了6千点的大关 都是瑞克亥都是重要的新高记录 主要是金融股票往上的来做跌高 那科技股票则是出现了涨多的震荡 不过在昨天比特币的价格 再度改写历史的新高了 因为川普一直是支持比较虚拟货币的交易 所以川普交易再度的热钱发威 昨天Bitcoin比特币的报价 再度攻顶登上历史高8万8千美元 再度瞄准9万美元的高点了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带动真的板卡的需求往上增加 台湾有一个3515的华禽 营收就改写历史的新高 现在看有没有机会再接再历 另外灰达是美国超级财报最后一班列车 这个月的20号即将公布成绩单了 法人猜回答上个季节的业绩会比一年前进步80%的幅度 会比上个季节再度的成长 那回答执行长黄仁勋 今年感受到了这个客户的强劲需求 包含脸书 谷歌 亚马逊一直积极的下订单 明年AI的资本支出还会增加 最近黄仁勋再度提出了人工智慧乐观的看法 他表示企业界很快会把AI的员工 纳入到整体的劳动力来听看看 黄仁勋表示呢 他说未来AI人工智慧的员工会跟人类的劳工一样被管理 被分配任务来加强工作的效率 所以人工智慧依旧是市场最需要的焦点 帮大家找资料 还有企业界能够透过生成式的AI增加更多的广告收入 好 那么最近回答积极的还是设计新的晶片 包含BlackWay 已经明年可以进展到Rubin的AI晶片等级 但是回答有一个伺服器合作伙伴美超为 最近竟然安永会计师没有办法来签 甚至还辞职 所以财报的疑云让美超为最近的股价依旧是整理 据说在马来西亚厂房暂停的扩厂 那马来西亚的大客户杨中李集团 可能会被迫把订单从美超为转给伪创集团的围影 所以最近6669的尾影积极的交货给挥达的机柜 据说订单量明显的增加 那么6669尾影就公布了10月的营收是历史高 如果接下来再度拿到美超为转单给尾影 不排除11月的营收 还有机会再刷新高 目前尾影低调不评论这个转单受贿的传闻 但10月营收历史高 昨天的股价也是相对抗跌的力道 那么母公司就是3231的伪创 伪创公布了10月营收 比一年前增加将近23%的幅度 那伪创也公布了7到9月的获利数字 跟您来报告 伪创 上个季节的获利数字呢 社会与AI伺服器的交货量发为 本业的获利冲上历史的新高114.09亿元 伪创第三季的获利比第二季增加将近32%的幅度 所以本业是获利成长 那业外因为有汇率方面稍微的损失 所以第三季的获利比第二季呢 是减少4.8% 年减10% 受到业外汇率损失的影响 但是本业业绩是不错的 那么平均来说 伪创上个季节一股赚1.47 前三季的获利比去年同期增加了快50%的幅度 前三季一股赚4.26 2356的英业达法术会公布上个季节的成绩单 计增一成冲上18季节的最高了 那么英业达单计一股赚0.56元 英业达也表示 营运持续的正向看待 业绩会持续成长 笔记型电脑换机热潮的带动 未来业绩上升 AI伺服器的业绩预告明年有机会大增六成以上 我们来听看看英业达法术会的重点 在第三个季度 似乎是个人电脑事业群的产品力度 需求增加的关系 所以整个也是成长 那相对于企业电脑事业群成长的幅度 是不是来得大 所以它对毛利的影响也相对就比较大一点 基本上我们在Broware的各个品项都有准备 72跟36 以目前NV的outlook来讲 目前target应该是在Q1跟Q2左右 最主要是hyper scale那种大客人 像前四大客人需要 那它的second tier的厂商 它能够分到货的priority 可能会在这个四大家以后 好所以目前英业达公布了在财报的数字 第三季的获利双成长 一股是赚了0.56元的数字 这个是第三季的财报 前三季一股是赚1块37元 预告明年AI伺服器的成绩 还有机会增加六成以上 10月营收已经完全的放榜了 一共有67家冲上历史高 我们跟您回顾一下昨天 哪些营收成长历史高的公司股价有涨呢 包含3653的建策 25号之后会纳入到 恩美西埃全球标准的新成分股了 2059川湖也是10月营收历史高 另外板卡有华琴 光鲜通讯的联军营收也是历史高 台达电 音业达 神达这些伺服器 微影营收都是历史高的 车用有胡联 维生 车灯的地保 营收也是历史高 正威集团的永威投控森威能源 10月营收历史高 昨天股价也是上扬的情况 航运股票有正德 另外像中盖股票的台泥 10月营收都是历史新高 所以10月虽然有台风 工作天数比较少 但台湾还是缴来相当亮丽的成绩单 平均来说 10月营收比9月增加2% 比一年前增加11%的幅度 有67家冲上历史高 等于说10月天已经为第4季的成绩单 开出了好彩头了 当然台积电的10月营收历史高 也是带动的重点 另外灰达的GB200陆续的交货 不排除台湾很多AI的伺服器公司 11月的营收应该也有机会 在网上的爬楼梯 那么上次贵的公司 10月的营收看起来 改写三大的亮点 第一个是单月的历史新高 还有第一次连续两个月 总营收突破了4兆元 前10个月累计的总营收数字 也改写历史的新高 现在台湾的营收王是谁 Revenue营收最好的 第一名是鸿海 第二名是台积电 广达合硕通路国的文业 都是营收前五名的 当然营收要扣除掉所有的成本 是真正的利润 台积电在上个季节的业绩 还有10月的营收 是改写历史高 台积电10月营收 月增24.8% 年增将近有三成的幅度 只不过最近台积电公布 营收历史高 竟然股价是利多有点顿化的现象 那当然第三季的财报 台积电也已经公布 是相当好的一个情况 第三季的获利 我们跟您来关心一下 获利的数字 那么在这个 所谓的阳明跟万海 第三季获利就相当的好 另外10月的营收 双成涨 昨天股价上扬的又有哪些呢 有鸿海 仲达 生阳办 以顺 AES 东洋 耿鼎 华航 长荣航 华城 森微能源 还有上尾投控 所以10月营收双成涨 昨天股价上扬的 包含鸿海集团 包含车用 航空 还有在 能源的供应股票 提供您来作为关心 那营收靠除掉 成本才是真正的获利 来看海运的获利公布了 阳明跟万海 上个季节的获利 响叮当 一个季节赚赢了 上半年 两个季节的数字 那么例如 这个所谓的万海航运 跟阳明海运 阳明第三季的获利 比一年前增加了九倍 那万海航运呢 在上个季节 一股也赚 六块五七元的好成绩单 万海航运说 今年明年 两年 十五艘的新船加入 都有机会增加业绩 那么阳明海运 上个季节 一股赚八块一二 前三季 一股就赚了 十四块七九元 也为明年 发高股力 预作准备 真的成绩单还不错 那长荣 预计明天 也要公布财报 长荣海运 在上半年 那么成绩单 已经相当好之后 市场预估 长荣第三季的获利 有机会一股赚 十五到二十块钱的 好成绩单 好 所以护贵轮 依旧是台湾 高现金殖利率的 重点代表 金控业成绩单 也相当的好 金控业 富邦金 国泰金 都是台湾名列 前两名的金控公司了 前十个月的税后获利 再度改写历史的第二高 每一股的税后 纯益相当的强劲 那么例如像是在富邦金 前十个月 一股赚九块二七 国泰金前十个月 一股也赚了 七块一三元 都是改写了历史的第二高数字 连接线的加泽 虽然没有被纳入 恩美西埃的标准成分股 但是财报真的不错 上个季节的毛利率 百分五十二点六 改写历史新高 税后的获利 也是一个相当的畅旺 好 这个一股 一个季节赚十八块三二 加泽前三季 一股呢 获利的数字就有五十六块九 赢过去年一整年的表现了 那么这是高价的股票 业绩相当不错 做连接线的 另外在连接线公司 五四五七的宣德 那么在这个关税的政策 当然大家在好奇 川普到底会不会对别的国家 苛征高关税 但是呢 这个宣德本来就是 兵分多路 在很多的地方都有工厂 所以可以避开 这个单一市场被调高 关税的影响 在影音升学的部分 也有业绩的持续推陈出新 昨天的台股 大幅度震荡了247点 昨天拉尾盘 据说神秘的买盘 昨天嘎了空单 但是呢 台指期的夜盘 竟然是震荡了606点 所以今天一开盘的台股 要不要系好安全带 因为台指期昨天的夜盘 竟然一度跌破23000 收盘是站在23100点以上 但是台指期的夜盘 依旧跌掉了400多点哦 台积电会不会遭到开刀 第一个 川普有没有可能透过商务部 以后会要求台积电 7奈米以下的技术 不能卖到中国 但是这个只是传闻哦 美国商务部还没有正式的公告 但是市场有点担心 未来台积电的营收 会不会掉一些些 到底会掉多少 我们待会有要分析哦 那另外外资在台指期的空单 又增加了总共是 5万1000口的空单哦 所以台指期要结算之前 要提防外资空单的布局 另外就是台积电 很多的客户有AI 有手机 有车用的客户 那欧洲有一个 EFA半导体股价是重挫 为什么呢 被摩根士丹利担心了 车用的市场 可能会有点供给过剩 所以EFA半导体股价 已经跌到了4年的新低价位 这个是车用晶片的部分 美国最近有一家 恩质普车用的展望 也没有很好 但是为什么 特斯拉的股价一直在狂飙 第一个压对保 因为他是这个 一直在赞助川普 那未来会不会川普 会让特斯拉在美国 自动驾驶车的法规松绑 有利于特斯拉的市占率 另外台积电最近遭到了持余之殃 明明营收历史高 怎么股价还没有持续的电高 法人说不用怕 因为震荡之后还有高点 包含摩根士丹利 花旗跟吉邦科技认为 这次美国如果限制台积电 中国的市场影响有限 因为目前台积电 在美国的比重 已经积极的拉升 那么可能营收会减少百分之五到八 但是递出来的空窗 可能会有美国的大厂客户来填补 中国订单流失的部分 那另外就是7奈米下的晶片 如果台积电被断供 或者韩国的三星 也会被美国要求 不准跟中国往来 所以旗下的事业体 大家都在看 川普明年1月20号上任之后的政策 现在都是猜一猜 美国官方根本没有正式的公布了 那另外就是路透社的报道 商务部要求台积电 不能把先进制程卖到中国 但是台积电现在的重点是来自于 美国厂亚利桑那州 预计12月初就有一个完工的典礼 台湾的设备厂商 已经准备跟着台积电 一起前进美国了 那到底台积电现在的股价面 怎么看待 也听看看专家的看法 尤其是在最先进的半导体上面 全球化已死 世界自由贸易也已死 在这样的环境当中 我们的挑战就是 我们要继续求发展 我深信台积电能够屡屡创时机 除了原本大家可能认为是台积电 全面的管制7奈米制程 但实际上的话是说 这一些AI或者是GPU的 中国大陆IC设计公司 其实只要是透过台积电 备齐的资料 然后再交由美国商务部 去进行审核 所以并不是全面的封杀 而是核准制度 好所以美国现在的政策 大家都还在猜一猜了 路透社的新闻说 美国商务部要求台电 不能把7奈米价技术卖到中国 这个部分其实还没有获得证实 那如果以后真的围堵的政策 韩国的三星也可能会遭到限制 现在我们现在才能备下个小的 我们现在这个手操 我们现在我们现在认 WW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